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林佩玲老師 是中正國中的老師 她是我們目前舞蹈團的團員 同時也是去年 我們會考第一年辦的英語課的講者 同時本身也是在台北市 我們有編一個素養導向的評量 這個實作當中出題的老師 長期也在做評量試題部分的諮詢 還有設計工作方都有完成 也備好幾個學校被邀請 擔任會考的英文科加強 我相信同學也很希望 從今次能夠得到很多您自己的方法 能夠有一些策略 我們就歡迎佩玲老師 先跟大家遇到一下今天的時間 大概會是這樣 原本出來的schedule是說 先講聽力然後再講閱讀 後來跟校長討論之後 我們還是按照會考的方式 就是先用閱讀的方式 然後再講聽力 那因為閱讀的部分 第一個他考程也比較長 然後再講他考的 那個題目的豐富性也比較多 所以我們要花多一點時間來討論 那最後我們會講聽力 那之前會長有傳那個 家長在報名的時候 或學生在報名的時候 有一些那個QA的部分 這個我們會在綜合會談的時候 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今天的時間大概是這樣 你看他們有多安靜 這裡超過兩百個人耶 我們教室沒有辦法忍受這樣的安靜 你常在操作的東西就 雞力刮雞力刮講不聽 好 教他們多學這邊 好 大家好 我是中正國中林佩玲老師 剛上的您幫我做有豐富的介紹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氣氛不適合學英文 學習上課的時候一定要舉手發問 當老師問你問題的時候要怎樣 NG了 來 當老師問問題的時候你要怎樣 回答 會長我們等一下給他一個小禮物 謝謝 你要這樣互動 你才有辦法上課 你上課了你才有辦法吸收 如果你現在在座的是九年級的學生 你們班的 你們學校的那個英文課本 如果你現在是漢林版九年級的第二課的課文 他在教我們怎麼背單字 怎麼去做運用我們大腦的 工作的機制的方式 所以其中有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誒 漢林九年級的 有嗎 好 來 說 等一下 不知道 等一下 他跟我說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錯 還是我知道 怎麼工作 要怎麼樣讓東西記得久 在課文裡面 第二課的課文 你知道他是在講大腦運作 幫助記憶的方式 對 那怎麼 他說了 怎麼讓我們東西記得越久越長 太緊張了 沒關係 你慢慢想 不斷的重複 我以前剛當導師的時候 沒有這種感覺 對不起 但是後來我常常都是從 八年級開始接導師的時候 有一年我的位子旁邊是一個李化老師 那我們就同時都接八年級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說老師老師 現在好多班 他們都是七年級導師帶上來 他們暑假 早就叫他們班 把那個化學元素表背好了 怎麼辦 我們兩個都還沒開始背 我們兩個班慘了 他說不用緊張 我說為什麼 他說那不用背 這麼神 李化老師叫我們不用背化學元素表 怎麼客單 後來他說其實我也不認識你 但是我每天都聽到他們叫你 林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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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叫林佩玲 意思是什麼 常常聽 英文的學習也是如此 當你常常念單字 常常念課文的時候 很多的句子 很多人的同學就會說 他兒童美語的時候就讀過了 所以他選擇題的時候都靠語感 都會打嗆他 語感不准 因為我考的是正式的文法 所以你今天要坐在這 RELAX 一下 你們這樣太嚴肅了 沒有辦法上課 來 我今天要講的是閱讀的部分 閱讀的部分 考什麼怎麼考 跟如何準備A++的部分 等一下在過程當中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 也許就可以直接舉手問答 我常被學生講說上課你一定要問 問的就是你的 我就是你的家教 不問的那個謊神的 放空的 你就白來這一堂課 更何況這一堂課 他們重金禮聘我 所以你要好好的用 好 考什麼呢 剛剛常常也跟我們說了 會考的時候考這個閱讀的部分 閱讀的部分 考基本的單字 重要的文法 課落字跟史太距離 還有圖文細節跟竹子排序推論 他考這些內容 如果你是九年級 你有考過某你考 這些你都不陌生 對吧 那重要的概念跟迷思的概念 就像像我講的 你要重追某檔 你才要知道 不然他題目會變化 他考的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那歷介式題 剛剛常常也提了 你一定要去做 因為他是有機可循 等一下我們再看 那他怎麼考呢 這是要講給家人聽 你們都很熟 他怎麼考的呢 他考的就是 我們從109年開始看 他的單題1到15題而已 然後呢 他的題主題16到41 我從109開始講 意思是希望你今天回去以後 段考考完之後 接著按照老師的複習進度做完 然後老師在最後要會考前 會有一大段時間 讓你做會考的那個歷介題 從109開始做 109做到112 再從112做回來109 然後你就上考場 你聽懂嗎 好 從109開始 他從15題單題 然後到題組16到41題 然後110的時候呢 他考1到14題 這一年跟大家都不一樣 他考了15到41題的題組 接下來呢 111 就是我們現在要比較關注 他是考1到20題 然後他的一樣 總題數維持在43題 12就去年 他考了1到23題的題 那個單題 然後呢 從題組是24到43題 你觀察到什麼 會考的變跟不變 會考變的是什麼 題數增加 你說哪有什麼題數增加 有啊 41到43 有啊 單題 對吧 單題從14題15題變到多少 21題23題 對吧 好 不變的是什麼 時間一樣 都是60分鐘 就要給他趕完 好 雖然他號稱 他的時間之內 學生都可以讀完 他的閱讀量 都是一定的 好 那他為什麼要把單題移過去 他的說詞是說 因為那個基礎的單字 跟基礎的文法 學生必須要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要達到 他就是一個會考檢定的能力 確定這些人是A++ 確定這些人是B 確定這些人是C 所以他把單題的題數提高了 所以如果你是B的同學 老師真的很真心的勸你 就是你要把基礎的文法跟單字 一定要非常精熟 這樣聽懂嗎 好 你才有辦法就是再往上面去 好 那閱讀的速度要增加 我們如何增加我們的閱讀速度 就是平常的文法觀念要夠清楚 現在絕對來不及 你摸著兩性說 所有五科裡面是不是英文課本最少 對嗎 而且一二次我們也都不再去讀啦 所以考最多的是誰 三四冊 考最難的是誰 第五冊 第六冊 一點點啦 這樣聽懂嗎 所以回去你其實只有幾本可以讀 三本 三本就要考一個A++ 很簡單吧 欸你看社會科有幾本 要考A++有多難 但英文非常的容易 好 然後你的閱讀題型要非常的熟練 所以今天老師要帶著你從109、111 110到111到112的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他會考基礎單字1200 剛上有講 他有略條 所以老師下面有寫個新字 有一些新字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重點在理解詞 還有字意的解釋 譬如說他會考一些 你可能看起來很認識的字 但是我們沒有教他的意思 他會用個小字典 請你幫他解釋 選選項 有這種提醒嗎 對吧 好 然後呢 還有重要的文法 等 我們今天會比較強調文法的部分 好 看一下歷屆試題的部分 第一題 Denis enjoy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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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public He is part of his beautiful voice 這個題目 你會選誰 你怎麼選 為什麼選 B B 你選幾 蛤 你選蛤 好 不知道 剛剛有意思有聲音 選幾 舉下手 選 珠 我們講珠 我們在學 你們都沒有讀我們學校 我們都是念珠 我說國中生都念珠 對不對 對 好 念珠 所以你不要念D 我們會聽成B 好 為什麼是珠 老師現在要跟你講一個概念就是 會考他其實有被規定閱讀量 所以他有被規定次數多少 所以你說之前的單題從第一題到第14題 後來變成第一題到第23題 這樣其實他說他都有控制他的閱讀量 他避免長篇章一直被攻擊 所以他就把他移到單題一樣是考他覺得要考的重要的概念 只是要把它解化 那當我這些字數被限制的時候 我要特別提醒A++的同學 常常我們在讀題的時候 都不讀到最後一個字 你都以為 自以為那個答案就是這個 所以你選了就跑 特別是他最喜歡把答案設在 把答案設在珠 然後你去選B或C然後你就跑了 為什麼 因為你題目沒有讀完 數學聽說也有這種鏡頭 就是題目不讀完就選了就跑 然後拿到東西的時候在 啊!我沒有看到 你坐在那裡為什麼不看 你坐在那裡為什麼不看 就是考試 所以你要把每一個字都讀完 那老師這邊要強調的是關鍵字 你讀到哪一個字 你答案知道是珠 我讀到的是his beautiful voice 每一個字每一個句都要引導你去選出最佳答案 所以它的關鍵字你不能忽略 好 所以這題答案珠 好 再來看一次 I'm tried on these shoes in several differen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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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thought the white pair looks best on me 你答案會選幾? 要說話? 說這個心理不行 答案選幾? 有人比了 欸!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the white pair 白色這一雙 白色這一雙在我的腳上面看起來特好看 所以它講的是什麼? 顏色 爸爸媽媽都點頭 所以關鍵字很重要 我們在做題即便它是單題 它就真的考得那麼簡單 但是你要把關鍵字寫起來 所以如果你是B加以上的同學 老師也真心的勸你一個 你在做題的時候 你一定要非常明確告訴我 這個答案是因為這裡的線索 你用鉛筆把它圈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有第二次閱讀的機會 通常我們的訓練都夠了 對吧? 平常都夠了 所以會考六十分鐘 考這四三個題目 如果對你來說其實是綽綽有餘 你可甚至可以讀兩遍或讀三遍 那你在檢查第二遍、第三遍的時候 你要看什麼? 不是看ALA然後就走了 不是! 你要去對應你的答案跟它的題目是不是match 這樣聽懂嗎? 那match是什麼? 關鍵訊息 你才會覺得 喔!對!這邊講的是白色的看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我選的就是顏色 它要討論的就是顏色 這樣理解嗎? 所以讀題的時候 在學校平常也是一樣 如果有七、八年級的同學也是一樣 今天你在讀一張考卷的時候 老師為什麼要考考卷? 一定是前一天、前兩天教過的東西 對不對? 那教過的東西他來驗證一下 他教的如何、你學的如何 那所以老師教完你回家複習 然後參加老師的考試 那參加老師的考試的時候 你在家裡已經複習一遍 其實你坐在那邊考試是複習第二遍 寫作業是一個複習 考試是一個複習 只要還沒有到段考、沒有到會考 那都叫做複習考試 那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記號 針對會的題目 你要畫線索 精準的告訴我答案為什麼是A 你常常會去問一些同學說 欸!為什麼在一直答案A? 欸!我不知道 就這樣!就這樣! 就唸起來很順啊! 同學最喜歡說 就唸起來很順 就這個答案 或是更糟糕了 答案是A就是A啊 就他說不出來 他說不出來都不是真的懂 所以你要放在心上 如果你也說不出來 你不是真的懂 像我剛剛的經典名句喔 窮追猛打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而且在現在一定要做 不然你上了考場 你知道狹路相逢 會被考出來的就是會被考出來 因為重點都一樣 老師看的都一樣 好!那再來看這題 對於這種不會的題目 你也要做記號 但是有兩種你不會 學生最喜歡做題的時候 用刪去法 這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老實說 但是以至於B還是豬 要選B還是豬 當你有猶豫的時候 做第二種記號 有一種題目是完全不會猜 靠你平常都做好事 猜得都對 第二種記號是 我會了 但是沒有那麼有把握 到底是B還是豬的時候 這種再做第二種記號 當老師在檢討的時候 九年級的考卷太多了 常常就被遺忘 可是有一天老師突然想起來說 哪一天考那張考卷拿去 我們檢討一下 其實對這張考卷 你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 怎麼辦? 對! 靠你在作答的時候 當時做的記號 拿出來一看就知道 對!我那時候這裡有問題 馬上舉手就問 這樣聽懂嗎? 那你去問B還是豬 把他問清楚 老師一定會講得很清楚 再來看一下這一題 111年的第六題 Kevin has only enough money for the bag or the shoes that is a hard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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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ake because he likes them both 答案呢? 你覺得關鍵訊息是什麼? A A 100分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只有一個選擇 所以他要做一個選擇很難 很難 你怎麼知道他要做一個選擇很難? 他真的有兩樣東西 因為他告訴你both 兩個都喜歡 但錢明明只有足夠一樣可以買 這樣聽懂嗎? 每一個字都在暗示你答案 他的字才會上去 他設的ABC珠不是你想的阿薩布魯進去 沒有 都是有道理的 好 所以這題的答案正解釋A 沒錯 再來第四題 Pen is 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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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ketball player she has more fans than any other player on her team 答案呢? C 100分 為什麼? has more fans 你要把它畫出來對應到C 這時候你在檢查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無反顧的往下一題走 這樣聽懂嗎? 把時間花在你已經做記號 不知道要選哪一個的時候 再花多一點時間去讀它 好 好 再來 Duncan spent all his money trying to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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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ookstore his mom left him 這個句子就變長了 這算九年級的句型 Sadly the business never got better and he had to close it in the end 你有讀到這很傷心嗎? 有人給我選A 彩禮昏倒 媽媽留給他的 然後也沒再好了 結果最後還是要關店、倒店 所以他試著想要做什麼事情 C還好拯救 沒錯 safe這個字 在國中裡面他有 他算一字多意 他可以當拯救 save lives 救命 可以嗎? 他可以當什麼? save money 對吧? 那個 那個 存錢 所以這個一字多意的部分 也要稍微小心一下 好 109第二題 My mom puts the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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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o keep her hands away from water and she washes the dishes 這種七年級八年級來做都沒問題 單體 A 為什麼? keep her hands away from 把他的手保持在水之外 意思就是戴手套 才可以免失掉 對吧? OK 好 症結喔 再來 老師在這邊剛給你看的都是基本的單字體 那單字體 A++很多的學生 我很多的學生到最後考回來 你知道會考跟基策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不知道 因為你們連會考都沒考過 怎麼會這個 好 會考跟基策不一樣的地方 看得出來我有一點年紀嗎? 應該看不出來吧? 但是我有教過基策題 好 那個基策 當年跟學生講說 你一定要全對 才是A卡 所以你錯一題 曾經有一年的基策題 錯一題扣六分 學生哭死了 然後他的見宗美女就沒了 可是會考呢 他隨著時代的改變 他有容錯率 什麼意思? 你的聽力我允許你錯一題 你的閱讀 我也容許你不小心沒看見一題 A++ 所以他有容錯率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寫 這樣聽懂嗎? 好 那新增的單字 他在1200的時候 他新剛出來的時候 1200 1200是這些字 其實你就是小學都學過 還有常用2000字 但是他在兩年前 有稍微修改了一下 1200的新增字 譬如說define, download, earthquake, file, item, metro, pop, screen, upload 這些新增的單字 那其實他本來有一些也都是在2000常用字 可是他把它放回來1200的意思是說 我的會考就是會考 這樣理解了嗎? 好 給你看一下這個 112年15題 他已經把新的單字他公布了 公布完之後 大家都還沒準備好對不對? 我先放進去暖身一下 告訴你我新單字 如果你學到的是不教 你的學生就會吃虧 所以他的確是考試引導教學 因為他會考 所以我的學生一定要會 所以這些新單字 他已經入題了他暖身 但他不是正結 這樣聽懂嗎? 好 但我就大膽的猜 我大膽的猜 他今年應該 好 新單字入題 這是我個人 只有個人意見 好 我覺得他今年會把新單字變成正結 好 Earthquake最近常發生 而且很多國家發生 他就可以用這些新單字 參實事來考大家 那他的相關字就會這個 然後大家 學位義大利政 學校都有掩飾 趴下掩護穩住 這個對照英文也都很簡單 應該用得到 OK 第二個呢 我認為AI 是現在的趨勢議題 對吧? 所以他的Upload 他的Download 他的file應該就會是裡面重要的字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單字講完了之後 還有一個重要 就是如果我們在基單體 單體裡面除了單字體之外 他會考簡單的連接詞 他要考你會不會連貫那個意思 好 那譬如說because跟so 七、八年級的時候常常搞錯 因為會被中文干擾 因為今天天氣很熱 所以我傳短售 那個因為 所以你會把他放在同一個句子造句 是因為中文的干擾 可是在英文裡面老師跟你講過 because 副詞子句 so是連接詞 不會同時出現 好 只能選一個 although跟but 八年級學的 雖然天氣很熱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冷 所以我穿了一件大外套 雖然 但是也一樣 受中文干擾 所以老師在教副詞子句 although的時候跟你強調 跟but 絕對不會同時出現 好 until 直到九年級才會出現的 時間連接詞 他是強調實態 這一次第三次模擬考 就被考出來了 f 在國中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假如如果 講的是一個條件子句 他的實態 因為他講的是假如如果 所以是對未來的一個假設 到高中他們就是要假設語氣了 到國中我們只有講條件子句 因為我們只有講一種情況 那假如如果是對未來 假如我很有錢的話 我就會買50雙鞋子 那個假如如果還沒有發生 所以條件子句沒有未來是 要以現在式替代 好 那if是九年級有沒有 選最難的名詞子句 是否 ok tell me if you love me 告訴我你是不是愛我 好 or 選擇或者是否則不然的意思 對吧 which do you like green tea or coffee 你到底喜歡綠茶還是咖啡 我有選擇性的時候 用or來問你 現在九年級在教 either or neither nor not only boloso也是一樣 選擇性的部分 他是一個對等連接詞 但是or他在做選擇的時候 他在做連接 either or的時候 他非常小心 因為誰的主詞接近他 他的動詞就得跟他 either you or I am good at sports 到底是你還是我擅長於體育 那個either you or I am 我的動詞用m 但是到底是你還是我呢 喜歡蘋果呢 are either you oh wait wait sorry do either you or I like apples 那我用do 為什麼 因為我最接近you 好 這個是選擇性 那over否則不然的話 還是一個連接詞 會考考這個 等一下我們題目會看得到 好 don't go away when you are cooking 別走喔 你在煮飯的時候別走喔 但是食物可能會燒焦 假如食物會燒焦 否則不然的話食物會燒焦 所以食物就燒焦了 c 100分 他就考 其實他考的很簡單 但是你有沒有要讀懂他那個語意的連接 好 好 一二再來一次 the movie starts at 2 o clock brabrabra that's me at the theater at 1 45 兩點才開始 不然 我們就來約個1點40分 你讀到什麼 好 你要講啊 我才會下一題 A 100分 so 有一個因果關係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來約個1點45分再見面 Jimmy would not get up for breakfast 他不會起來吃早餐的啦 brabrabra his dad has tried has already tried to pull him from his bed several times 你是要講答案 你先講 好 A A 為什麼 他爸已經叫他很久了 他都不前 對 他爸已經叫他很久了 不前 他其實這種連接詞 只是考一個語氣的連貫 你有沒有辦法讀出他的因果相關 雖然但是 其實就這麼簡單 好沒錯 就是因為爸爸已經叫了他很多次了 然後呢 他怎樣 他就是不會起來 因為叫了太多次了 好 新提醒的部分就是那個新的字 就是老師剛剛講的 如果有一些字呢 出現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個意思 然後他會有四個選項讓你選 這種題目曾經在模擬考 也是一直不斷的考學生 可是有時候模擬考的題目 我想你們老師應該會跟你們檢討 有一些題目他沒有出的那麼精準 沒有那麼到位 所以你就會變成說 除非你背過那個字才知道意思 當然會考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像這一題看起來好像很長很難 OK Josh turned off the screen and the setback 螢幕就關掉了 然後他就往後座 Why are they trying me like this? 幹嘛這樣對我? He didn't understand 他實在不了解 幹嘛這樣對我? They wanted him to share what he thought about the show 他就是真的叫他 他們都叫他把他對於這場表演的想法都說出來 And he did 然後他就做啊 他們叫他說 他就說了啊 結果呢 And now look what he got 看吧 現在看吧 In the end 最後結果就是 All they wanted was nice words 其實他們不想要聽真心話 他們想要怎樣聽好聽的話 所以他問你說trolling這個意思是什麼 做這種題目 老師要跟你講說你要先讀懂 因為他在考你閱讀理解 他不是在考你單字背的多還少 不是他的精神 所以這種題目老師會建議你 不要看選項 你先把意思讀懂 他們幹嘛這樣對我 他們幹嘛這樣對我 懂嗎 你先把意思讀懂 讀出他憤怒的心情 明明就是他們叫我講真話 結果現在他們原來想聽好聽的話 所以你覺得他們對他做了什麼事 那你就再去看ABC書的選項 這樣有聽懂嗎 這種題目他沒有要考你單字量 會多還是會的少 沒有 這不是他考試的精神 他要考你閱讀理解 所以你要讀懂 這種題目再強調一次 你先讀懂他的語氣 他的心情 然後你再下去選 你不要一個一個去看 很多同學到最後都會先看選項 再回去選 那是最後一招 最後一招 你真的是沒辦法了 沒時間了 你只好先看他的選項再去選 不然 你都會用你的中文思考 然後就會去硬拗 因為你的中文很好 非常的好 一百分的好 所以你的中文怎麼說都怎麼對 你會去合理化你的答案 你懂嗎 但是英文的文字的邏輯 有他的英文的特性 不能用中文來思考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題的答案會是在後面 那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Turn off the screen and the setback 他把螢幕關掉 所以一個選項會跟螢幕有關的 Internet 這樣可以嗎 好 再來 這邊就是單體的部分 就是建議大家收備一千兩百個字的單字 還有理解詞的情境 因果相關的問題 然後細讀那個短篇 要先讀懂意思再去看選項 不要一開始就被選項拐跑了 這樣你會很容易用中文思考去合理化你的答案 這是最不好的 最不好的 如果你已經沒知道了之後 你也許會猜對 然後語意一定要理解 好 那先今天的大概重點會比較多 就是在重要的文法的部分 中文法的部分 他會考在除了單體之外 那有時候克漏字他也會考 好 那重要文法第一個 老師要先講的是時態 為什麼 因為時態其實在英文的學習上面 最干擾學生 因為就中文的邏輯來說 我今天吃飯 我明天吃飯 我昨天吃飯 都是吃飯 他沒有一個時態的問題 可是英文有 英文時態就是時間決定時態 什麼樣的時間你就用什麼樣的時態 好 那時態就分成現在過去跟未來 所以我們如果再畫 如果同學有印象的話 九年級上學期你們在學現在完成式的時候 老師很容易把時間軸化起來對吧 這樣你看一下那件事情的起點在哪裡 那個世界起點如果在過去 過去開始過去結束就是過去式 過去開始現在結束跟現在有關就是現在式 那現在式包括什麼呢 現在是包括現在簡單式、現在進行式跟現在完成式 那現在簡單式他講的是什麼? 他表示一種習慣、一種事實跟一種真理 譬如說 I go to school by bike 一個習慣 He has many good friends 是一個事實 They are students 也是一個事實 Zill the sun rise in the east 這是一個真理 可以嗎? 所以他就用簡單式 這個不難 難在哪裡? 難在他的造句 他的造句要把它變成否定或疑問 其實英文很簡單 你會發現這邊是一般動詞 對吧? 一、二、四是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就是那麼一般般 所以他在造句的時候 他在造否定或疑問的時候 一定要起助動詞 那現在式的助動詞不是Do 就是does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這個叫做B動詞 B動詞是世界無敵厲害的動詞 還有is and are 現在式 他可以自己加納成變成否定 他可以一字句首變成疑問句 我用B動詞問用B動詞答 這樣聽懂嗎? 好 這個應該要給七年級上 這個概念 我是說這個概念 G-Go的概念 好 然後再來 那現在進行式呢 他是指目前為止 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情 而且那個動作可以連續 這個觀念有點難 動作可以連續 就像我現在一直肌力掛掌不停 這個動作可以連續 所以我才可以用IG 但是我腳一踩進門 我進門這個動作可以連續嗎? 可以連續嗎? 我可以一直把我腳說 欸!我要進來!我要進來!我要進來! 我要進來!我要進來! 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 所以那叫瞬間動作 會考考瞬間動作 他教你有沒有辦法判斷 好 那NG的部分就是必頓詞一定要接NG的部分 好 那我要強調這個 會考考這個 look listen 他是不是符合剛剛的看 是不是此時此刻 現在就要移過去看了那個人的動作 所以我會搭配什麼? 現在進行式 listen 叫你現在馬上耳朵拉起來聽 所以聽 聽他在唱歌 聽他在講話 聽小鳥在歌唱 這樣懂嗎? 所以我現在看、聽 他一定搭配就是現在進行式 這個會考跟模擬考都超愛考的 等一下我們看到題目 好 現在完成式大概是九年級最困擾的 那也是會考一直一直要考大家的 好 現在完成式他有三種定義 他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就是HUB HUB HUB PIP 好 現在完成式他的第一種定義就是從 表示目前為止的狀況 我現在吃飽了 我作業做完了 現在目前已經做好的事情 可以嗎? 好 然後再來第二個 表示一種經驗 經驗就是跟次數有關 我去過日本三次 我去他家五次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場電影我看過三次 OK 好 那第三種是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會持續的 舉個例子 學英文這件事情 從小學到現在到高中會持續進行 所以你會說 I have learned English for five years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跟現在有關 我一定用現在完成式 他是一個持續的狀態 好 所以這邊的造句是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lunch 我的午餐已經吃完了 OK Tom hasn't finished his word yet 他現在目前為止還沒有完成 OK 我講現在的概念 第二種呢 持續一段時間 會考考這個 會考考哪一個? 考forward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在學現在完成式的時候 老師跟你說 現在完成式不會用對不對? 你只要看到forward 就選現在完成式 你只要看到forward 就選現在完成式 你只要看到forward 講第三面 你只要看到forward 就選什麼? 對 會考就偏偏不考 為什麼? forward只是告訴你的概念 叫做持續一段時間 對吧? forward他其實原原本本只有一個概念 叫做持續一段時間 請問有沒有可能一件事情 從過去持續開始到過去結束 譬如說我小時候學騎腳踏車 選了三個月 有沒有可能? 有啊 所以過去開始過去結束 請問用什麼式? 回答 用什麼式? 過去式 沒錯 過去開始過去結束 他也是持續一段時間 所以他用什麼式? 用過去式 但是如果我的事件 是過去開始到現在 持續的一段時間 我甚至未來會繼續 那我就用現在完成式 這樣理解了嗎? 好 等一下我看題目 但since就一定了 since在國中階段 只有教一個意思 叫自從 所以他講一個時間的起點 自從今天早上開始 我的肚子都一直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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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ok到現在沒有改善 所以就一直咕嚕咕嚕叫 所以他是從過去到現在 所以since他要講的是一個時間的起點 他一定是過去的時間的起點 那因為我在講現在完成式的時候 你就說你怎麼又講現在完成式 又講過去式 到底怎麼搞的? since講時間的起點 你把它分開 since是講時間的起點 所以since 他可以是一個過去的時間點 譬如我PPA上面寫的2018年 since 2018 這樣可以嗎? 駭定是一個過去時間的點 我也可以是過去單一的那個句子 since I was a child 自從我是個孩子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散發活潑 這樣聽懂嗎? 所以since他講的是一個事件的起點 他一定是過去式 可是他的主要句子一定是現在完成式 因為我會講自從表示建議性 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如此 這樣可以嗎? 好 在次數有關 這個就比較沒問題 次數就會用現在完成式 好 最後你一定要幫我記得 如果有人問你為什麼用現在完成式 你要有能力分辨 因為這個動作到現在還在做 你才會用現在完成式 這樣可以嗎? 很多人從歷史不查 好 FOR強調只是維持一段時間 不一定用現在完成式 然後會管了你兩年 好 那過去 現在是 因為為什麼從現在一開始說 因為現在是 現在 現在簡單 現在經營跟現在完成 那過去一模一樣 複製貼上 有過去簡單 過去經營跟過去完成 那國中 毫力加載 已經把過去完成式拿掉 因為他覺得太難了 學生都學不會 去高中給老師罵 好 那過去簡單性 他就是發生在過去 那他時間就一定是過去明確的時間 好 那過去進行式的部分 就是那一分那一秒 他對照的就是現在 所以此時此刻對應到過去 就是過去的那一分那一秒 正在執行的事情 好 這個要強調 過去進行式 他要剛配的時間 then then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等於at that time 那一分那一秒 所以他一定要用誰 過去進行式 OK 好 那你的動作要連續才用ing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進門那個 就算then 那時候他進門 then he got home 我就不能he was getting home 這樣你懂嗎 因為你的進門這一刻是一個瞬間動作 你的腳一踩就進門了 所以你沒辦法用ing 好 後考要考你這個概念 好 然後這個是瞬間動作 可以嗎 When mom came home 媽媽進門的時候 媽媽進門的那一瞬間 時間凝結在那一分那一秒 所以我要用過去進行式 we were cleaning OK 好 這個也是 at 4 15 years at 4 15 yesterday Yesterday 過去的時間 那我又在4點 4點15 是4點15分 4點15分是一個過去進行式的時間 所以我要使用過去進行式 好 那未來式呢 就更加簡單了 因為我們只有知道well 注動詞 OK嗎 好 注動詞一出現後面接原型動詞 好 然後未來的時間 所有的時態都是時間決定時態 未來的時間一定使用未來式 可以嗎 所以你看句子 偏偏英文的時間都丟在哪裡 最後面 所以你要從最後面把時間讀出來 再去選他的時態 好 好 那我們以前會強調well跟begoindo的差別 在你學的時候老師會強調 可是從來沒有考過 所以你不要理會他 好 你只要知道well是未來式 begointo也是未來式 即將要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會他有沒有考你那麼刁鑽 好 看一下歷屆題 好 這一題要考的就是這個lefts 你知不知道他是現在是一般動詞 如果你知道他是現在是一般動詞 那麼你就要知道他這邊的簡答句應該用的就是does 對吧 可以嗎 好 他說 我們家老師從來不笑 but when she everyone in the same building can hear her 整棟建築物的人都聽得到他 表示如果他笑了的話 那這邊你會發現會考很棒 會考不會用什麼 像學校老師都會考什麼 is laughing 或是lapped 或是lapped 就是用lapped這個字去管你 但事實上他只是一個簡答句 所以你只要判斷他是誰 他是一般動詞現在是 他是第三人稱單數的簡答句 所以他必須用的就是助動詞來幫助他做簡答句 這樣理解嗎 他就考這麼大的原則 他沒有要細管你 好 所以關鍵的線索在so then lefts 你有沒有辦法判斷 他是現在是的句子 ok can hear her 現在是 通常英文的句子是這樣 如果你前面的時代是過去式 後面包夾的是過去式 那中間在一定是過去式 因為他要帶你的時間 是在同一個句子裡面 這樣你能夠理解嗎 好 再來 the 好 listen 剛剛講過 答案 c is crying 對吧 這樣你看啊 聽啊 就是現在進一式的表示 這個模擬考考N變了 然後會考也會考 好 一一零哦 好 這一題呢 have you found a summer job yet? Mr. Firt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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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one is to take care of his kids during the vacation maybe you can talk to him 快 我常跟學生說 說錯是正常 這樣我才有工作做啊 你說錯是正常的 因為你是學生你在學 這樣懂嗎? 所以不要害怕答案 齁 這題答案是多少 你覺得 B 他最棒 他都一直回答我 OK B 為什麼? 因為他還沒有找到 那現在還要繼續 這卻有什麼安全 你怎麼知道他還沒有找到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每一個字都在暗示你答案 對吧 每一個字都在暗示你說他還沒有找到人 為什麼? Maybe you can talk to him 你現在可以去找他 你現在可以去找他 表示他現在怎樣? 還在找人啊 對吧 可以嗎? 好 可以喔 Maybe you can talk to him 你可以 你現在可以去找他 因為他現在正在找人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再來 Paul misses his parents a lot He brought them since he came to work in Taiwan a year ago 會考就是喜歡把字拉得非常的長 然後他喜歡用機器紙騙你去拐你 然後你都不要被他騙 來 快 他比了一個 C 為什麼 一百分 Sins最好判斷 Sins一出來一無反顧了 他一定什麼事 現在完成事 這樣可以嗎? 但For就沒有了喔 好 其他關鍵的訓練 他不只是 應該說會考 新色中心 他不喜歡用文法去綁住學生 他希望學生從閱讀理解去回答問題 就好像數學老師不喜歡我們被公示 喜歡我們理解那個邏輯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也是一樣關鍵的線索會在 Message his parents a lot 這給你什麼線索? 到現在還非常想念 老師剛剛說 現在完成事已經跟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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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看 這邊真的坐在最後面 他們已經學過一輪喔 好 再一次 現在完成事一定跟現在有關 他告訴你說現在還想念 這樣懂嗎? 現在還想念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他從 他從怎樣? 他從那個回去台灣 自從他去台灣工作了已經一年以前 自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為止都還很想念 所以到現在為止 從過去到現在用現在完成事 好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會是C 好 所以我說同學你知道答案的時候 如果你是A++的人一定要追求 就是非常精準的說 為什麼這一題答案是A 所以再一次所有的題目都有被精心策劃過的 因為他被規定的字數是有限制的 他一題不能超過幾個字 但是他要讓你找出關鍵訊息選正確答案 好 好 來這一題 你看得清楚嗎? 好 你告訴我答案 A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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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覺得呢? 我選B 你選B 好樣的 你有其他答案嗎? 沒有 你呢? 你覺得答案是多少? 害怕 你有答案嗎? 有 沒有 沒有 好 這一題的答案關鍵在哪? 那我問你爸爸現在有沒有在工作 有 100分 既然有在工作 又告訴你說 for the past 20 years 這20年來 這過去的20年來到現在 所以又來一次 現在完成式一定跟現在有關 看出來了嗎? OK 所以現在完成式跟現在有關 你是對的 所以我要選現在完成式 Hip-Hip-Hip-Hip 這樣理解了嗎? 你要去讀懂 他要給你的意思 好 這一題太簡單了 他考了 When 副詞子句的特性 OK嗎?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 When 副詞子句的特性 看這裡 啊 這裡 What's When before after 三兄弟姊妹 對吧? 副詞子句的特性 是 主要句子如果是現在是 副詞子句就是現在是 主要句子如果是過去是 副詞子句就是過去是 好了吧 我現在用過去式問你 那請問我這邊放誰? 過去式 過去式 非常好 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再來 這一題難喔 Yesterday When I got home from work My brother bra-bra-bra-bra for dinner So he invited me to join him 有答案嗎? 大聲說出來 錯是正常的各位 豬 豬 豬 你有讀到嗎? 所以剛剛老師講的 會很父子子句的時態 會跟主要句子相同 所以我這邊是過去式 這邊也一定是什麼式? 過去式 可是你知道過去式有過去簡單 有過去進行 還有過去完成 過去完成 因為我們沒有加速也沒有放在這裡 對吧? 但是老師剛剛又說這是什麼? 瞬間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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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凝結在那一分 那一秒裡的動作 他邀請我這件事情 他要出門這件事情 可以連續 所以我用誰? I'm G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再來 點頭的都是後面 My sister is coming to my home today She bra-bra-bra with me for a week 他不要讓你背那個時態的公式 有一些老師會整理時態的公式 他讓你讀懂G義 姊姊就要來囉 姊姊今天就要來囉 朱 朱 非常棒 因為那個禮拜還沒開始 他要現在來跟我住一個禮拜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為什麼老師要把這一題框出來? 因為這裡 付我一段時間 很多人選C就好了 很多人選C就好了 然後又不讀到朱 是不是A咖的那個缺點 A咖看到答案 for 關鍵字 現在完成是 對就是C 然後就走了 拜拜 你又錯一題了 這樣聽懂嗎? 每一個答案 心色中心上去的字 都是有被考慮過的 所以你要讀到true 確定你的答案沒問題 再走 你不急啊 其實60分鐘這些題框 那剛剛那個43題過10分鐘 是下後面那一群人 因為他們都沒做過 但你們身經百戰 你們不會覺得手忙腳亂 懂嗎? 所以每一個字都要把它讀到位 再離開 好 所以這邊的關鍵訊息就是 It's coming today for a week 好 具構的概念 其實他考最多 學生怕第五冊的關係子句 或是有人叫它是名詞子句 他們會覺得特別困難 其實就是跟具構的概念有關 就是很簡單就這樣子而已 基本的具構 爸爸媽媽應該都還記得 基本的英文 I love you 有沒有很好記 主詞動詞授格 他其實就考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懂嗎? 我們是學第二外 我們學的很簡單的外 所以你只要會這個基本的具構就好 那這個要告訴你什麼? 這邊要告訴你也是主詞大寫 動詞有三派 對吧? 然後主詞跟動詞有subject verb agreement 主詞跟動詞要搭配 譬如說如果用 剛剛不是講的主詞動詞受格 主詞跟動詞要有一致性 那動詞剛剛有講過 動詞分成幾種? 兩種 一種是誰? 超級無敵厲害的B動詞 一種是誰? 一般般的一般動詞 對吧? 那我的主詞跟動詞要有一致性 所以我的he如果我要造B動詞 他只能用is 這個叫主詞動詞的一致性 這樣理解嗎? 好 然後再來 這一句話抄下來 今天最有價值就是這個 你說那麼簡單 主詞動詞都是唯一 在英文的句子裡面 主詞動詞甚至受格都是唯一 如果你要有哪個主詞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要有一百個主詞 都沒問題 但是你要給我什麼詞? 連接詞 對 有學過喔 連接詞 可以嗎? 要有連接詞 所以你會考 你會覺得他題目很爛 是因為你沒有把句子切出來 當你把句子切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那個動 你要放的是動詞 還是要放受格 這樣聽懂嗎? 好 那不覺得關帶就在考這個嗎? 好 大家只是聽到關帶就怕 然後沒有去看題目 好 來看一下喔 哈囉 巴巴巴巴 每天晚上 一個星期前 她的中國科學測試 得到很好的學位 有答案嗎? 你知道這一題她要考你什麼嗎? 星色高星她要考你every night 因為有老師教every night 就是每個晚上 她就是現在是 錯! 她不會是現在是 她不會是B的答案 因為你只有讀到這裡 所以你的B答案就出來 但是不是 她的句子到這邊結束 好 再一次 主詞在這裡 動詞 對吧? and 對等連接詞 連接第二個動詞 可以嗎? 好 那我的對等連接詞意思是 左邊放什麼? 右邊就放什麼? 左邊不知道放了什麼 但是我知道 右邊放過去簡單式 所以請問左邊放什麼? 放什麼? 過去簡單式 還是錯 有沒有? 爸爸媽媽有沒有覺得很簡單? 有 對 好 教得很好對不對? 對 好 謝謝點頭 好再來 對等連接詞的部分 好 好 好 參考試題 因為他曾經考過這個題目 把學生考倒了 然後接下來好幾年也都有這種題目的影子 那個109又出來 所以我們會發現109那一年的題目 比較像基策題的題目 來 你看喔 我們剛剛講了喔 一個主詞、一個動詞、一個受格 那如果你再要有別的 就會有一個對等連接詞對不對? 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對等的是誰 你要對等現在完成式 你要對等後面的不定詞 你到底要對等誰? 對吧? 突然之間 老師說要對等 對等到底要對誰? Josh主持一個沒錯啊 他已經計畫好要去紐約 拜訪朋友的一個旅程 然後要去順便去那裡拜訪朋友 怎麼辦? 我要對等誰? 老師說現在完成式 and 現在完成式 沒有答案 太好了 所以我只能對什麼? 不定詞後面的原型動詞 所以答案是多少? 欸? 這是蒙到的喔 關鍵字是誰? 一定有道理 關鍵字是誰? 大家不敢相信 關鍵字是這一個 他的計畫是去紐約 而且在紐約拜訪朋友 所以他的計畫下面有兩個計畫 兩個字計畫 一個是怎樣? 一個是去紐約 一個是去那裡拜訪朋友 你有聽懂嗎? OK 所以這個and 對等連接詞 他要對等的就是後面的不定詞 那大部分我們的to都不會重現 就會用原型動詞 好 再來 起始句 起始句也是考在句子當中 他會隱藏在那邊 90級有一些模擬考的題目常常看到 他要你選動名詞開頭 還是要你選不定詞開頭 還是要你選原型動詞開頭 對吧? 那時候你會不知道怎麼辦 一樣用句構的方式去拆解他 那起始句其實是最簡單 我們用最多 但是學生在考試上面最容易受挫的 反而是這個 好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他的題目是什麼 切句構 副詞子句在這裡對不對很完整 當你第一次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當你第一次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再一次喔 副詞子句 他一定接在一個主要句子的前或後 所以如果你這邊是一個主要句子 怎麼有辦法是一個句子 主詞動詞對吧? 可是起始句的特性就是怎樣? 省略主詞you 原型動詞開頭 這樣可以嗎? 用句構的概念去解這個題目 所以你就不會選這個亂七八糟 答案就會是誰? B 這樣可以嗎? 好 關鍵線索在這裡會 副詞子句把它切掉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句子 它怎麼有辦法是一個句子? 句子一定是有個主詞動詞 糟糕了 它全部都是動詞的樣子 讓我選怎麼辦? 表示它是一個起始句 因為起始句的特色就是省略主詞you 對原型動詞開頭 對吧? OK 這一題 它擅長的手法就是把句子拉得長 又長又長 那你的方法就是切又切又切 懂嗎?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ur business plan 如果各位對我們的那個商業的方案計畫 有興趣的話 然後呢? bara bra this number and the x for Miss Li she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副詞子句 條件子句 放句首答鬥號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主要的句子了 對不對? 這裡是一個主要的句子 居然莫名其妙跑出一個end出來 end對等連接詞 連接的是動詞 所以你知道這邊要放動詞 可是如果你放動詞 你要放什麼樣的動詞? c淘汰 對不對? c一定淘汰嘛 對吧? 因為它不是動詞 它是連接詞加動詞 我要有個動詞的樣子出來 但是我要什麼樣的動詞? end對等連接詞再一次 它是原型動詞 所以原型動詞 我有可能是 to 我有可能是b 這樣了解嗎? 可以嗎? 好! 那我是to還是b to加原型動詞表示一種目的 我這邊只是end對等連接詞 你要怎樣? 撥這個電話喔 而且去問問你小姐喔 它就會回答你所有的問題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句子的概念 那我們講過句子要有主詞動詞 它沒有主詞you 為什麼? 因為它是起始句被省略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虛主詞 虛主詞一定要搭配不定詞造句 好! It's fun to play basketball 接下來就是比較小一點點的文法 好! 等一下有一點累 好! 這裡 although it took me a lot of time 虛主詞一定要搭配不定詞的用法 所以答案就會是b 這樣可以嗎? 就是這種小文法你要非常的熟 而且快速 為什麼? 因為你要省一點時間去做後面的閱讀 好! 然後 再來 參考試題 來 playing sports are listed three times a week 你看它的主詞拉這麼長 所以它的本事就把句子拉得長又長又長 那你的動作就是切又切又切 動名詞當主詞找得到單數動詞 這樣可以嗎? 它有時候很過分會把這個 那個for two weeks 這個weeks加S 那很多人就會去選R 因為它會往前找 不要被它騙了 動名詞當主詞找得到單數動詞 所以我的答案就會是A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這是它的那個三個花 好! 你可以花錢 你可以花時間 好! 那花錢的部分就是spend 人當主詞 好! 付費 花錢 然後 它用的動詞就是spend 錢 on 東西 這個非常小 這個 但是它三 就是它們三個輪流 pick啊 spend啊 然後cost 三個輪流 就是每年都會派一個人出來考你一題 你懂不懂什麼叫做花時間 那誰花時間 誰花錢 好! 這一樣是人當主詞 pay 多少錢 所有東西 現在的什麼 那個接口支付啊 就是pay這個字 light pay就是pay這個字 好! 好! 那這是指它的詞類動詞 好! 好! 這些例句我們就先不看了 cost這個字就是價值多少錢 那這個字要小心 因為它可以當成本 可以嗎? 它可以當名詞成本的時候 但只要是跟成本 跟價格有關 就是高跟低 它的形容詞 你要做一個連結 在你做單字複寫的時候很重要 那剛剛是人花錢 這個是東西 價值多少錢 好! 再一次 虛主詞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不定詞造句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好! 這個改寫的部分 因為之後 等一下我們最後會把PET給大家 所以你有時間再回去看這個小的東西 好! 我現在要往下看 例介題 好! Charles A day 你只要看到人當主詞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誰拿掉 cost 對不對? 對吧! 因為我們說cost是物當主詞 A day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looking for a hat for his wife 他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然後幹嘛? 在百貨公司去找 所以你看到這個looking 有看到嗎? 你就知道span的特性 後面動詞要接誰 接RMG 這樣可以嗎? 好! 花時間 A day是時間 所以你可以放棄的使用span這個字 好! 好! 形容詞的三集 通常他都考在圖表的 當然你閱讀 比較少考選擇的部分 比較考在閱讀裡面 就是你有沒有看懂他內容 然後你把它比較出來 那形容詞怎麼用? 形容詞就怎麼用? 只是他們修飾的東西不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會考在閱讀理解上面 比較不會考在單題 好! 然後 好! 來了一題 Bob is brother of the boys in the family. He never does any homework. His brothers enlisted take out the garbage sometimes. 等一下我要問詞 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的答案是什麼? 不一定要說到對的答案沒關係 你看不清楚 那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of the boys是什麼? of the boys是什麼? 好! 那再換一個問題問你 如果我今天要寫選擇題的時候 我要選比較級的時候 我一定要看到哪一個字? 對 如果我要選最高級的時候 我一定要看到什麼? 有範圍 有範圍 哪裡看得出來有範圍? of the boys 這一群男生之中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就知道 在他們家 在這群男生當中 有範圍選最高級 最高級誰最重要? 主 主是最重要 最高級誰最重要? the the最重要 這是平常八年級的課程 所以最高級the最重要 所以有the的 有the的 有the的 有the你看他出了三個 他是最高級 他是最高級嗎? 不是 最高級是他 這樣可以嗎? 有算為使用最高級 最高級誰最重要?the最重要 找不到the 用所有的替代 所以我們才會說 you are my best friend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為我用所有格 來替代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有範圍使用最高級 好 感官動詞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如果在造句的話 就是主詞動詞跟受格 都只能有一個 除非你還要再連接動詞的時候 你就要再接一個and 你要再接一個主詞的時候 你就要再加一個連接詞 可是今天要介紹連接動詞 感官動詞跟大家不一樣 所以才要特別介紹 他就不是 他的特性是什麼呢? 感官動詞是懂詞懂詞 感官動詞後面要接原型動詞 或動詞的ng 這樣可以嗎? 好 他跟大家不一樣 剛剛我們剛剛講過主詞動詞 如果我的主詞再加一個動詞 我後面只能接受格 可是如果我的主詞出現出現了感官動詞的時候 我後面可以接另外一個動詞 而且完全不用接任何的連接詞 那我不只可以接原型動詞 我還可以接ng 所以他考你這個考最多 感官動詞有哪些? 32111 三看兩聽一感覺一注意一聞到 同學應該在學校有學過這個 好 然後都有學過 好 好來 你畫這個臉就好了 畫臉就好了 三看眼睛 三看 兩聽 hear 跟誰? listen to 可以嗎? 然後呢 feel 感覺 然後注意 notics smell 聞到 可以嗎? 感官動詞32111 三看兩聽一感覺一注意一聞到 後面接原型動詞或動詞ng都可以 好 我們叫感官動詞是懂吃懂吃 後面要接原型或ng都可以 愛考得不得了 但是他的強項就是把句子拉長到你看不出來 可是你的最好的地方就是要把它切又切 devid look out the balcony window and saw a woman get in his car brought away 切喔 來切喔 先來 and對等連接詞 連接第一個動詞叫做look out of the balcony 像窗外 window 像陽台的窗子望出去 and saw就看見了 可以嗎? 所以你的and對等連接詞連接的是誰? look out 跟誰? 跟saw 好了 那saw剛講過 三看兩聽一感覺一注意一聞到 所以感官動詞後面接原型動詞 所以當我後面還要再接的時候 我一定要用什麼? 感官動詞後面接原型動詞 當我要再出現第二個原型動詞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有連接詞對吧? 所以a跟b馬上被我淘汰 只剩下c跟j 可以嗎? 好 那你再來一次 and對等連接詞連接的是他呀 可以嗎? 原型動詞 所以他要接原型動詞 可以嗎? ok 所以把句子斷開 你就可以看到正確答案在哪裡 他看見一個女子居然跑進去他的車子裡面 而且把他的車給開走了 ok 好 不定代名詞 代名詞就是替代前面已經提過的名詞 叫做代名詞 那不定代名詞就是沒有指定 可以嗎? 沒有指定的 好 好 當年考 對 第一年考這一題的時候 很多人有意見 Busses to the airport only come once every hour 那個小時來一班 and we just missed it but why don't we take a taxi 跑了 車跑了 那我們幹嘛不搭計程車 你覺得答案是什麼? 我有沒有指定的那一台公車 我說去機場的公車 每一個小時來一班 我有告訴你是三點那一班不見了 我們沒有搭到嗎? 沒有 我有跟你說 是五點的那一班沒搭到嗎? 沒有 所以我有沒有指定 我有沒有指定? 沒有 沒有指定的不定代名詞 單數用誰? 晚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他說他每個小時來一班 可是他有告訴你他現在錯過的是五點那一班嗎? 沒有 如果有就是it 這樣聽懂嗎? 如果有我就是it 但是我沒有啊 懂嗎? 可以喔 好 好 被動式 被動詞加PP表被動式 剛剛上有講到 好 一樣是斷句子的部分 好 看到這裡就好了 The police haven't found the little girl 看到這裡就好 可以嗎? 好 如果你看他關帶不要管他 再把他重複 The little girl and brewer at the supermarket they will keep doing all they can they can to find her 所有的警察都會智力的呢? 怎樣?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找到他為止 所以這個 喔 不要看他就是看成little girl就好了 這個女生怎樣? 現在還沒找到 他們會持續找 所以他 好 所以他他怎樣? 他被帶走了 你要先確定這一件 他被帶走了 對吧? 他們才要找他 不然幹嘛找他? 所以被帶走了一定是被動式 被動式是誰? B動詞加PP表被動式 你幫我找B動詞加PP 沒有 B動詞加PP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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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 會找優很難嗎? 沒有 他考你大概念 好 他要跟我說時間到了 讓你們休息一下 然後 對對對 好 就是這些PPT的部分 都一再跟你證明 就是你的文法概念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關係子句的時候 你也不用怕他 像老師剛剛講的 你把他斷句就可以結束 好 我先 再給我兩分鐘就好了 正中立即事體 解法就跟剛剛老師講的一樣 好 好 好 對對對 好 像老師說 建議說我們等一下在混合講閱讀就好了 好 那我們讓大家休息十分鐘 好 take a break 好 閱讀的部分 好 因為我們在出閱讀情的時候 其實都有固定的模組 就是怎麼問 我們應該要怎麼問 好 所以這個都有固定的 所以我現在請同學一定要記得 在最後的階段 在最後的階段就是閱讀色列就是多做 第一個提升你的閱讀的速度 第二個提升你的那個答題的技巧 因為你會發現他這邊又在問這個 這邊又在問這個 其實都問得差不多 好 那我們一般如果在像這個題目有圖表的時候 近幾年來喜歡考圖表 包括國文的作文你會用圖表來考的 對吧 所以這個圖表你要讀出他的訊息 那跟英文相關的就是你要小心還是比較極 他會用這邊錯綜複雜的訊息去用比較極來寫 還是用最高極來寫 那像這種題目他只要一出出來就是考細節 細節的地方就是考你有沒有很小心 所以你要很小心不要粗略的看過 或是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哎呦我沒有看到那個都是不想被原諒的事 你坐在那個考試那60分鐘 你就是每一個字都要讀到 那有一種方法就是以前小學老師會教你們 用點讀的方式用筆讀的方式 就是去點字然後要讀到 把意思都讀出來這是一個方法 所以他的比較極就是我們比較不會考在一般的文法裡 只有剛剛那個最高極的部分考到了一次 那接下來就是考這個圖表的閱讀理解 那再來就是轉折詞的部分 配語的部分也是這幾年考很多的 那他慢慢的把他移到那個單體那裡去了 那願盧理解譬如說他現在出現了這幾個 你可以去觀察大部分 或者是你接下來理解題做夠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老師出來了這幾個 配語都差不多 那這幾年我不知道其他的版本 像我們學校閱讀的漢林版的部分 他就經常使用for example這個片語 來讓大家熟悉這個片語的用法 所以多讀文章這件事情是好事 所以如果你手邊有一些題庫或是有一些考卷 那個閱讀測驗老師本來交代作業你沒有寫的 你也不要亂猜你就擱著放著 等你有空的時候再回頭寫 那個練習都是需要的 像剛剛這就是考文法的概念 One or another reality 的確是重要的文法 你要回去再翻 好 那這個in fact 你有沒有看到 However, finally, actually 這些都是常常用的那個轉折詞 你要從閱讀理解去讀出他的感受 他的情緒你才有辦法選出來 所以都會有一些關鍵字圈起來 所以你同學在讀的時候要記得 另外一種考法就是圖文互轉 他現在給你一個 他講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步驟 然後他叫你把這些步驟 哪一個步驟是我第三個步驟畫出來的圖 所以你只要針對他的題目 他問第幾個步驟 你只要回去讀那個步驟 那有一些是他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 那你要一樣就是找關鍵字圈起來 對這個關鍵字對應到這個圖 然後我再去排序 所以這種步驟操作的部分 還有像這個也是 他就是文轉圖 哪一件事情 哪一個圖 可以嗎? Which picture of Willie and Miss Clark did Panty talk about in her diary? 在他的日記裡面 他有提到的 所以他就是請你把這些文字轉成圖 那你要知道哪一些事情他做了 哪一件事情他沒做過 所以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句子畫起來 它對應的第幾個圖 這樣懂嗎? 如果沒對應到就沒有 這樣聽懂嗎? 那這個也是跨域 因為我們有時候講說要跨 跨領域的閱讀題 這是講歷史地理的概念 然後他就問你說這個圖 是哪一個事件發生的 以前會考試路線要改公車路線 因為要修路的關係 所以他改了公車路線 問你哪一個是改變前的路線 哪一個是改變後的路線 那這個也是其實是一樣的手法 他就要介紹一個國家 他的改變之前的名字是怎樣 之後的名字是怎樣 這也是搞一個那個圖轉文 那其實他就是講裡面的細節的部分 你要在這個細節裡面去找 然後把答案畫出來都進去 連到你的圖那裡去 好 這個都是 好 再來 這個就是排序 竹子排序 老師這種題目我們最近也是 因為這兩三年大概都有考到這種題目 好 補經的啦 或是像現在考的這個不加班日 這個部分如果是考竹子的部分 老師會建議你現在練習 你在讀段落的時候 你把這一段三行字或者是五行字 你把它濃縮變成一句話 那有的時候他用句子的方式呈現 他用片語短句或關鍵詞 那你再去組合 那一樣這種題目都不要先看他的答案 都是先自己先整理好之後 再去找相近的 那你看到他的答案之後 你就可以微調 你不可能 如果你有讀懂 你不可能四個選項都打不到他的重點 那如果現在是很好的機會 去跟你的老師討論 怎樣去訓練這個方式 那你就有辦法去做接下來的排序 這樣可以嗎?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先問 因為昨天已經有人丟一些QA了 我先就閱讀的部分 閱讀的部分怎麼抓重點 考什麼就是讀什麼 所以BGT非常的重要 然後錯誤的觀念一定要釐清 但就算你用猜對的 你也要去問 因為你這一次猜對 你不一定下一次猜的對 知道嗎? 但是重要的概念 他一定都會考 好 好 好 然後 好 A咖的穩定計畫 就是持續的做題到後面 當你把段考處理完 當你把那個 模擬考處理完之後 後面的半段時間就會非常Easy 因為接下來就只剩下會考了 所以你可以就是固定的閱讀篇數 然後聽力 我是建議每天聽一回 你不用麻煩就是拿會考的來聽就好 網路上都有 好 然後我覺得A++有沒有穩住 除了這樣持續的做題之外 還有就是那個態度很重要 就是你在面對題本的時候 因為常常網友學生都會覺得 這一定有做過 答案就是 然後做了就過了 但這樣只是在應付 就是你每一次都要把它當成新的在讀 好 然後心態費要多注意一些 好 那畢竊誌題就是一個好方式 因為他們通常就是去年答對率第一個題目 他隔年還會再考 他會覺得有哪幾題錯的很多的人 他這個觀念就要修 譬如說4一段時間這件事情 很多學生都跑去 他們要做分析的 很多學生就是直接跑去選現在完成式 所以他就連著幾年都考這樣的概念 答案就不是現在完成式 好 所以力竊題是一個很好的幫手 然後題幹四是關鍵 然後他上去的每個字都是引導你的答案 然後謙虛作答 就是A++的人要保住的 那B的部分 如果你現在是B的話 那老師會建議就是加強單字的意義 就是你那個基本題一定不能掉 你比較繁瑣的訊息的結束 那個可能會漏掉 那你在基本題的時候就不要漏掉 所以你一定要加強你的單字的部分 還有關鍵的文法 好 然後不管做什麼都要練習 那這邊提供大家一個是Crew English的部分 如果你是針對單字的部分 你可以在這裡練習 但如果爸媽建議他用網路的就算了 這一定要上網 然後他有單字列工坊 他就是下一個字典一樣 然後他用按九題的方式幫你分類 那如果你是七、八年級 這種用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那個時間壓迫性 有一些九年級的學生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太太浪費他的時間了 他有很多份要準備 用這個太慢了 直接看講一就好 那另外一個是會考大考驗 他就是像一般的題目指 就是他上網 然後讓你在網路上面作答 這個是講單字字翼跟例句 然後這個就是讓他有選擇題的練習 那如果你 所以這兩個你可以上去看 然後再來 這個是拼命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在Crew English裡面 他有個會考增分的部分 然後就都有 都做了都 不是只有會考那個網頁有 然後再來如果你是C的同學 那當然就是反覆單字的意義 然後跟很清楚很清楚的文法 那這個部分就是這裡 就是他就做很簡單的 所以如果你是七年級的同學 老師也比較建議你用這個方式來複習英文單字 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最後如果在閱讀的部分 你要問我 我在學校的導師經驗還蠻多的 那我覺得到最後一定就是 留在學校是最好的 他有規律的作息 他可以持續的練習 然後他有老師可以問 所以聽老師的話 就是有問題的就問老師 有一些人 不用一個比較出乎的字 會請假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就會覺得自己 我自己來 我自己規劃 然後永遠計畫 都沒有辦法實現 都一直在修改計畫 不要做這種事 在學校最好 為什麼 因為學校有終身 學校終身 你打你那一節課就不要再念了 休息去問同學 跟老師問問題 就是保持一個正常的作息 第二個就是 有一些人會熬夜熬很亂 然後白天來學校睡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為什麼 因為會考的考試在早上 如果你都持續早上就是昏昏的 那你考試那個精神也不會好 要21天才有辦法改變你的習慣 所以不要熬太久的晚上 然後導致早上都來學校睡 那個習慣性的睡覺是很傷的 所以做習正常的 我在學校最好聽老師的話 好 那我們的閱讀到這裡 然後我開一下那個聽力 聽力可以快一點 基本上聽力也是可以容許大家錯一題 可是去年沒有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去年一題我都不準錯 一題你不準 你就A加了 沒有A加加 如果你已經錯了一題閱讀 以前是一題閱讀一題聽力吧 為什麼去年沒有? 去年這麼嚴格 因為它出包了 大家有印象嗎? 它第一題的閱讀送分 它拿它的整考一題貼上去 複製貼上 所以它讓大家可以閱讀的時候 送分一題然後錯一題 所以閱讀上它已經給了四分 所以它不可能再給你聽力的空間 你有聽懂嗎? 但是它自己出包 好 聽力測驗的部分基本上一樣 怎麼樣? 它要考什麼? 它就考三個部分 21題25分鐘都沒有變過 但是我等一下有告訴你 最後一題 來 21題25分鐘 好 然後 靠辨識句異 基本問答 演談理解三個部分 那辨識句異大部分都是看圖的部分 那不管是哪個部分 它都有的三個步驟 老師先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predict 你要先預測 因為它給你 考卷給你的時候 請檢查序題本 有沒有很熟悉? 所以你拿到的時候 你有時間去翻閱 翻閱它的 因為它也只有一張合起來 你就開始看 那你看什麼? 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這三個選項裡面 一樣的地方跟不一樣的地方 拿你的觀察力出來 不要看左邊也不要看右邊 跟旁邊的人無關 就看你的題本 好好的看 那圖很容易看 然後接下來的那個 如果你還有力氣看得很快 看力氣第二大題的部分 或第三大題的部分 你稍微瞄一下 他大概等一下有可能要對話的方向 因為他的選項會暗示你 這樣懂嗎? 好 然後接下來你開始聽的時候 那你就要開始做那個note 你開始要做筆記 那因為他要多兩次 所以第三次 第二次的時候 一定要再去對照答案 你第一次聽完 一定要有答案出現 你可以先選一個 先選一個 然後第二次你確定了 就用一個圖卡 那一題就過了 因為你知道所有聽完之後 他大概剩兩三分鐘 他就馬上打鐘 然後卡片就收走 因為他就認為你不需要檢查 這樣聽到嗎? 好 這三個部分要記得 就先預測 那預測你就要觀察 他的選項的意統 那裡面他會有可能會講到位置 講到方向 講到喜好 或講到一些工作關係地點時間 這些你都可以先放在心上 因為等一下你一聽才會嚇一跳 好 然後再來歷屆題 好 你會看到就是腳不一樣 對不對? 往上看 然後你會先做一下筆記 這些你等一下就有預期的心理 好 他會摸嗎? 他沒多 好 我有放他沒多 好 這一題大家回去聽 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 好 然後你就會看得到就是這個 好 然後關鍵訊息的部分 你要畫圖也可以 然後你要寫字也行 自己看得懂就好 好 但是呢 老師要提醒你就是 你一定要在空白處做筆記 千萬不要在他的圖上面自己亂畫 因為你後來會搞不清楚是他畫的還你畫的 因為你畫2B的卡你知道 你畫2B的筆 所以老師在這邊我要建議 不要以為考英文就是只要帶2B的筆去 其實你可以帶一支那種很多顏色的筆 如果你真的忍不住要在他上面畫 那你就用別的顏色的筆 那你不確定他還是你的用橡皮擦擦就知道了 這樣一個網 好 所以不要塗鴉選項喔 不要塗鴉選項 好 然後再來 那到底要做什麼筆記呢? 像講時間的時候 你要記得講時間的時候順序 先後順序 有時候他在對話裡面講說 我之前有遇到那個Tom嗎?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再問你說那之後他做了什麼? 你有聽懂嗎? 就是他會講一個可能講一個故事的時候 你要注意那先後順序 第二個就是如果他講一段對話 五個WH你都要知道 六個WH你都要知道 好 好 這些你都是可以做筆記的一個方向 好 然後 因為他沒有 好 像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要觀察 欸 時間 一個是at noon 一個是October 24th 一個是don't be late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 他們可能要上約 然後約了一個時間 可是這個時間是大時間還是小時間 不知道 所以要聽 所以你就會有一個底 就不會慌張 好 那你在聽的時候就會發現 我本來有多 好 好 那就是換time 他問的是小時間 所以你不要回答日期去了 好 然後再來 第二次播放的時候 就是確認你的答案 因為通常我們第一次就可以選出正確答案 然後第二次你再去加強版 對 我這個關鍵訊息有聽到 那我就變成正確答案 好 然後 好 這一題我認為是去年最難的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回去做 但是他的通過率 就是我有100個學生去考 我只有61個有答對這一題 包括猜對的人 我認為這一題是最難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訊息量非常的多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只有這一題的觀察 你會看到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或一樣的地方 好恐怖 一個是bathroom 一個是bathroom 位置不同 整人 第二個 門 媽呀 這裡沒有門 這裡有門 這裡沒有門 這裡有門 這裡沒有門 這裡有門 有沒有很緊張 就他的訊息量很大 可是因為你先觀察過之後 你大概就可以猜出 他等一下要講位置 這幾個房間的位置 一樣的他一定不會提 懂嗎 好 那不一樣他才會提 所以我認為這一題是最難的 然後因為他的訊息量很大 然後聽完之後 我讓我的學生聽 聽完之後 我們有稍微練一下那個筆記 我讓九年級而已練一下筆記 他們也會做這三個關鍵 沒有辦法像我這樣字字句句寫下來 沒有他們都寫個大概 然後他們覺得 我說這一題有點難 他們說啊簡單 答案就是 你回去聽答案是A 好 沒有問題 聽第二遍再去校正就好了 好 那聽不清楚的時候怎麼辦 如果這一題 上次第二 第三次模擬考的時候 對第三次模擬考蠻慘烈的英文 對吧 有嗎 有記得嗎 他居然錯四題可以A++ 這有什麼天理啊 從來沒有過 好 那如果你聽不清楚怎麼辦 哪裡夠 不要再執著 不停頓繼續聽下一題 因為他沒有要等你 當你還在糾結說 剛剛那題是什麼 媽呀 天啊 然後你一天啊 下一題播完嘛 他不會再重播的 懂嗎 因為他聽完25題兩分鐘之後 他卷就收走了 所以如果你已經確定 那一題聽不清楚 算了 送他 反正可以錯一題 就畫一個比較可行的答案 你認為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一件事 當然不是最不重要 一定要檢查卡片 還是要檢查卡片 因為他有那兩分鐘 有時候你看 到現在聽力他融化 珠 你們沒感覺 因為選項只有ABC 對吧 有沒有 同學有沒有 好 所以一定要檢查卡片 然後 聽力怎麼準備 聽力平常要保持聽的習慣 所以後面 就是後面那兩三週 一定要每天聽一回 然後拿會考題來聽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學校 還有一些其他 摩考本可以聽的題本 也是可以 历屆的題是最好 然後我要特別講這一題 這一題是在111年 第21題 他的通過他不是最難的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聽力稿不是最難的 你去聽你也很容易聽出答案 因為我的學生也覺得這一題很簡單 你把號碼記起來 你回去聽看看 但是他的通過率 居然只有0.45 他的訊息非常簡單 但是他的通過率只有0.45 好 等一下喔 還有一題要明對 112年一樣 第21題 OK 好 也是最後一題 他也不是最難的 但是他的通過率只有0.49 我有一百個學生去看 去考這個考試 不到50的人 我們都要求60 結果他居然只有49個人通過 為什麼 我要問你們 我去聽喔 他們都在問下一步的細節 好 那這一題呢 他的這個選項 跟ABC三個選項 跟去111年一樣 這三個選項都有出現在他的對話 只是先後順序不一樣 他考你聽出來之後 你去盤順序 然後就可以選他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所以一點都不難 我的學生一做完馬上也可以選答案 當我跟他們講通過率只有0.49的時候 他又覺得他們很弱 非常有霸氣 弱爆了去年那一件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有觀察到嗎 一個是111年的第21題 一個是112年的第21題 通過率都是最低的 問題不在題目 在學生 因為他是最後一題 最累的時候嗎 哇 你很正向 我都不跟學生這樣講 那時候不是最累的時候 那時候心已經喵喵了 同學等一下又去看電影了 要去吃大餐了 要去逛街了 我現在是高興得不得了 我根本不聽他播什麼 等我真的說 要來聽的時候就畫錯卡 所以我要 如果今天有來的同學 老師真心想要跟你說 那一天的下午 爸爸媽媽直接再走回家 睡覺 不要約 不要約 你自己辛苦念了三年 或是這一年你熬夜多少的晚上 你就是要把這個考試考好 你怎麼可以在最後一題 就放棄了呢 他說沒有放棄啊 對 但是你浮躁的心情 就讓錯達率這麼高 打通過率只有2.49耶 你回去聽這兩題 真是超級無敵簡單的 有聽懂嗎 所以那一天下午 千萬不要約 因為等你會考完之後 你的人生有多美好 你知道嗎 你根本不急著 那一個下午去享受啊 你有聽懂嗎 所以回家睡覺就好 不要約 都不要約 直接回家 好 老師真心的建議你 好 你回去聽就知道了 好 然後 就是祝福大家A++ 我們應該是要進到那個綜合 好 對對對 就是這樣 那等一下 應該我們不用休息了 因為我們就直接開那個綜合作談就可以了 好 那我的閱讀跟我的聽力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應該要開始囉 謝謝 謝謝